双窗加营业 休息了一下 蓝层減缩缩 再QA1 再一个A2 底下一波晕 再一个A 看到没有 神仙都救不了你 这能狼开的 该不会掉了吧 他血脱我眼 火狼 这是我们红开的 没事给他偷 他往上走了 这就知道为什么 每次打开影要做个眼吗 这种开影手脚很不干净 十个开影八个偷 他们到死的时候 我们下路在压线 先刷一圈了 神仙 对面都没闪了 直接来抓吧 但是现在我们红开的在打的F6 我们F6刷就意味着石油轮也快刷了 八个刀的剑膜 先从石油轮开始清理 从下往从上往下 他有意在 有意在你也得死 对他好像是开E过来的 我们再去吃一组F6 然后再等一个F7 又上脚 6分钟左右 有人会死 我们先清理一个F6 F7就会刷新了 开影很喜欢打F6的 F7来咯 在QA 在AR 在A 在F7跑了 他有翅膀在 不过正常机有翅膀很合理 这就一千块钱CD学家常见 在从下往上刷 刷完八分钟 动先锋 这波他胆子好大 他怎么还敢去我们野区A视野 我都以为他不敢进我野区了 我都不打算往上走 他的样子是要来偷野的 就在这里面 偷偷偷偷偷偷 这就是当小偷的下场 谁想跟他换 他根本就不怕我的 我这一打完这天使 我立马过来查影 好稳的 双招没有了 这泽拉斯肯定会在接着压线 我来了 有时候跟队友配合不好没关系 对手也可以是我们的队友 压线机会就来了 我现在对这个小法对线打不过 打完不支援 在后面K头我都习惯了 麻木了 上路也没打过 这小法怎么又没血还站后面 我太熟悉了 直接锁头不用了 还行还行不是他吃的 不然这不就要亏了 本来要跑一个R打断一下 再打A 再打A B 准备好Q比较他 蓄力发个被动 哇这击飞 我吐了 Q沉默E 他怎么还带个保镖的呀 主要我闪现还被他击飞了一下 这个机器人的E的话 他E的弹道时间比较久啊 他不是顺发的 所以你可以出现一个操作 他E下达指令之后你闪现 然后在E把你弹起来 他要是早点击飞的话 我还交不出这个闪 还可以省个闪这样 上面要打架了 OK 还有8秒 还有5秒 还有3秒 极限 蓝城 给他跑吧 大索头P啊 你在干嘛 你在原地Q兵 这红凯爷闪现 可以 全是高手 我的QR空了2秒啊 这建模你在搞什么飞机 随便外圈Q一段A一段就死了 他冻住了 这赛季末把把都是舞台局啊 中路炸 上路炸 下路炸 下路还好 下路补刀没被压 猪女游了一波 那这把又是炸两路 基本 基本都是炸两路现在 对面下路回家了 我们可以空一下龙 反蹲一下 洪凯 别怕呀 救到了 直接秒 这配合 我这 我这QG飞AE瞬间是不是就跌三层了 主体他那被动怎么算 他那被动队友也可以慢慢跌的 控制能跌吗 我记得普攻是可以跌的 这QAE瞬间他在AE 这味感觉有点适合呀 可以 只要有一条路会玩 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这一些塔还没拆掉呀 上路剩一点血 这剑膜来中补线了 我直接推上了 天使什么装备 一个大剑都没有 那我不怕他 上路一大补线呢 剑膜去吃吧 然后我去推 这天使毙了 可以再先闻再创一下这个塔 这边快出来上了 吻一手 不汤了 我其实想吃一下这饿塔的 这么稳吗 这天使 我直接 大锁头 击飞 二段拉 再击飞 出一下 再Q 再A 这么神仙你都得死 这边好像没啥护价 但是爆发很高 我觉得还是先买 先买15吧 这会儿其实已经不缺伤害了 这会儿伤害可以一套把对面秒掉了 我们得提升一下 我们的生存能力啊 老友人觉得塔比就一定是现场 你现场你得想 现在你能吃得到啊 打野不来了 你也没得吃 这么说的话 这个野怪还都是打野的呢 那也没见现场少吃 我怕控制其他不怕 机器人走了 中单再推线 双窗加银焰 Q叙利一下 蓝层减缩 再QA1 再一个A R抵消一波晕 再一个A 看到没有 再晕 这个晕到我们的一瞬间 这时候加大招 直接一发控制抵消 我们R有施法动作啊 在施法动作的途中 这个晕慢慢的就没了 落点再击飞一下 完美 这不过趁对面中单死了 空个龙吧 这游戏真的需要出一个那个功能 出个投票功能 请选择啊 给这个未参战的队友buff 来个投票 这不是拳头搞个投票功能吗 打不打龙的投票功能吗 给不给buff可以不来啊 再来个给不给buff功能 你该干嘛 不是 哦 红凯也来了 差点伤害 拉一下 盾有没有 不够 不够啊 双杀了应该 赶紧来个死我啊 0干6 他这个吃的饱饱的又值钱了 值钱待会又接着死 你看最近碰到的小法 10个里面10个都这样的 侧还补不到 然后吃飞飞的 再接着给对面送一下 鸡飞又死了 然后打断再不来 等级还贼高 给对面当个经验输 你说这种玩的有什么意思呢 这还不如狗头呢 狗到起码拆打还快 送完之后再发起投降 你说这玩的有什么意思呢 我不懂这种人是什么意思 大家晚上好 小法王家出外 直接阿卡莎来 好举 打大龙吧 全死了 天使即便出AD 还也有很多AP伤害吧 加个三窗 泽拉斯 感觉还是来个隐磨刀得了 我不出这个隐磨刀 感觉我这波团我就会后悔 就是不给你吃 这开影又去了 红凯肯定不会出巨鸭的 他这个装备 他是走个战士流 他不是走那种穿甲流 是这么搞 太喜欢偷业了 机器人没状态 天使瓦娜走了 直接 坏了 应该阿卡莎的这波 阿卡莎说不定能全杀完 我刚才点错了 我刚才其实是点了卡莎的 他的模型有点重叠在一起了 这边好像没眼我可以先蹲一个来 这大龙给他们都可以给你们吃吧 大龙哪有龙魂箱呢是不是 这技能反应还挺快的 还行这波一换二 队友可以拿大龙 先把这卡莎秒 这没多少血了 肯定先杀人 泽拉斯待会一个亿杀完了 泽拉斯一射一下 就把能打火先拉龙稳一点了 那有这个土龙在那就很好了 来大龙吧 有人传下来了 就是他了 大招压个起身 抵消一波鸡飞先把它做掉 再一个Q 压个起身鸡飞 再来个大龙 直接拿下 这种16级的天使总是迷之自信 就跟玩个维恩 开个五杀音乐一样 木已成舟 直接滚到人家脸上去了 现在是维恩弱了 以前维恩强度还可以的时候 就挺多这样的人 这边空了一样 这边空了就别上了 小法被拉过去了 你在干嘛这是 直接弹飞四个 杀了杀了 给我回去 再回去 再回去 杀慢了 我这先杀两个都没用啊 我感觉得来个护火甲 我得倒地再起来才可以 把15 或者把这个无尽换护火甲了 再这样团一波就输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 有人要送有什么办法呢 就跟弹幕 刚刚有人喇喇的怎么不推塔 这推塔是你尽章输了算吗 你让他塔下被对面秒是吧 50号圆 过来过来过来 一个2 比销鸡飞 直接先坐这两个 刚才这凯影已经没血了 所以大不用锁定他 只要锁定他后面的卡沙 直接路途的鸡飞 就可以把它秒掉 然后这波我们在盯着 盯着这个天使就好了 没有兵线转上吗 我们转上吗 转上吗 上路有兵线转 直接闪现躲Q的同时 顺便Q的天使给他秒掉 直接拿下 再把中路拆一下 再来个巨龙 这个人队线被打崩了也不支援 也被人怪他耍什么少爷脾气一直点头想 带你赢还要哄你是吧 这打个游戏跟带娃一样 其他队友还是适合赢的呀 坏了 换 哎呦呦呦没换掉 被他带到泉水里面来了 不过队友应该能推完 还行这波三路全破了 找到吧这个卡沙了 一个人在下面来来来来开开一下 他把技能全开了 他把技能全开了 这机飞摔剧了 想先拉一下天使死了 好一火加 直接一波推掉了 可能说这把舞台把握住了 这小法都不要说弹幕来了 我感觉随便你放个机子坐在电脑前 啥把笔都玩得比他强 起码这个机不会发起投降 不会搞队友心态 我们下集完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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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